欢迎收听由飞卢中文网同名小说独家改编的《大堂》 完蛋了,开局抢了李二的防卫 作者张巨丽 演播东升赤月 第268集 冯王一脸的悲戒 实话实说说道 如果你不去的话,那就要杀了我 溜云一冷 他要杀你 说着,他迟疑地抬手笔下了一下个头 他就那么一点个头,怎么可能杀得了你 你杀他还说得过去 你是不是在骗我 是真的 冯王抹了一把眼泪说道 他个头是小,可是他能耐大呀 灵溪村固若金汤你不是不知道 可是你那老熟人却能见风插针 把我固若金汤的灵溪村炸了一个通透啊 现在灵溪村全都是他的人 听到这话 确实厉害,尤其是弃人的本事 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能弃人的人 但是要说他能把灵溪村给围了 刘云有些不相信 可是看冯王的样子,却由不得他不相信 难道是真的 而此时,眼看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冯王心中焦急如焚 心中一坐狠 从一旁找到一些柳条 将自己绑了起来 然后大声地说道 柳大当家的 你看,我把自己绑下来了 这里真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现在对你造成不了一点危险 你就相信我一次 真吗 看着冯王狼狈的模样 柳云相信了 如果不是真的话 在灵溪村说一不二 掌握乾坤的冯王 怎么可能会这么作践自己啊 开门 咱们去灵溪村 柳云现在是真的心里好心 那个臭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招募那么多的人手 还把灵溪村的冯王 给整破房呢 灵溪村 大人 我把他带来了 带着柳云来到灵溪村 冯王拱着后背 走进厅堂 看也不看左右站着的十几位寨主 眼巴巴的看着坐在暗堂后面的李太 脸上满是陪笑的说道 大人 柳云听得愣了一下 这个称呼在大唐都是称呼自己的父亲 灵溪村的大唐家的 现在竟然这么称呼李太 柳云不由得目光古怪地望着李太 自己返回柳云寨的这段时间 灵溪村到底经历了什么 干得很不错 李太满意地笑了笑 眨了眨眼睛望向柳云 招了招小手 乃声乃气地说道 柳大当家的 你来坐在这里 他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柳云迟疑地望了往四周 最后大大方方地坐在了他的身边 厅堂里是十几位寨主 冰溪凝神地望着他 心里啊 泛起了嘀咕 这个柳大当家的 到底跟陛下是什么关系 我上一趟茅房 回来咱们说正事 李太站起身 说着就离开了 此时 众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纷纷看下柳云 将内心的困惑 说了出来 柳大当家的 你是怎么认识大人的 柳云一脸呐喊地看着众人 眉毛中掩饰不住的困惑 这些债主怎么回事 这么称呼一个孩童 脸上不觉得害丧吗 你们可都是债主啊 在秦岭山脉之中 你们哪一个不是声音在外 柳云毫不避讳地说道 说起认识他 也得从前几天说起 众人顿时竖起耳朵 细细倾听 柳云语气不急不缓地说道 当时我的人去外面寻找吃的 毕竟你们也知道 我柳云债那么多人 那么多张口 要是没有吃的话 得全都饿死 众人无语地看着他 都是秦岭山脉远近闻名的人 谁不认识谁呀 出去打家劫舍就是打家劫舍 这时候拽文呀干什么 众人没有吭声 还是继续地听他说着 柳云继续地说道 我底下的人 当时正好在离山底下 看到他在打猎 一看着装就不平凡 要是把他能带到山里边 到时候换点吃的 两三个月应该不愁了 众人一脸懵逼地看着他 什么玩意儿 大唐朝廷 掌管天下全名的小皇帝 是被你抓起来的 你还打算 用他来威逼朝廷 换一些钱财 十几个寨主心里浮起 一个个钦佩地看着他 能把山贼干到这个份上 打劫打到小皇帝 也是没谁了 绿友寨主 佩服佩服啊 就凭你这份勇气 我谁都不服 就服你 听着他们的恭维声 柳云困惑地看着众人 打劫一个孩童 你们当中哪个人做不到啊 然而他哪里知道 他打劫的就是当今小皇帝 众人只以为他知道 见他如此面不改色 心里就更佩服了 打打打 就在此时 李太忽然走了进来 乃生乃气地说道 咱们现在开始说正事 众人顿时神色肃然 现在灵溪村 我说话有不听的吗 寨主们顿时投摇的 跟不浪鼓似的 现在灵溪村 从上到下都是小皇帝的人 谁敢不听他的话呀 那不是兽型老上吊 找死吗 李太满意地点了点头 说道 那就从今天开始 灵溪村就划分到柳大当家名下 从今天开始 在灵溪村里 柳大当家说的话 那就是我说的话 你们谁赞成 谁反对 谁敢反对呀 寨主们陪笑着道 全都听大人的 大人说什么 我们就听什么 以后柳大当家的说话 我们一定听 李太眨眼看向了柳云 问道 你意下如何 此时 柳云一脸地蒙蔽 她来灵溪村 就是想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 也是因为知晓 现在灵溪村 全被李太控制了 所以她才敢来 但却没有想到 李太开口的一句话 竟然是让她 接管灵溪村 迟疑道 这不太好吧 我不是那种 能服众的人 听到这话 寨主们同时感受到 李太头来的 饶有兴趣的目光 敢蒙地说道 不不不 我等绝对都听 柳大寨主的 就是 谁要敢不听 柳大寨主的话 我第一个不答应 众人神色肃然地 望向柳云 开玩笑 现在哪怕不说灵溪村的事 就说柳云能把 大唐小皇帝 打劫上山 谁敢不服啊 不服的人 可以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 做到柳云这一点 柳云一脸困惑地 看着众人 主要是没想到 前不久 大家还在 针尖队迈芒 打算活并来着 可转眼之间 他们竟然 都打算听他的 现实 现在这么梦幻的吗 那就这样吧 李太咧嘴 露出一口白牙 说道 柳大当家的 我手底下的人 咱且先交给你 他们现在 都会听你的 灵溪村以后怎么做 要做什么 全凭你说了算 炼制白岩的方法 我会教给你 柳云眼眸一亮 真的 那肯定是真的 众人心里富费 当今天子 说意不二 均无戏眼 说的话 能不是真的吗 同时众人心里惊骇 这个柳云 到底和小皇帝 什么关系 要说是你把他 打劫上山的 那应该有仇才对 可现在 怎么看着 你们两个人 说话都不像是外人呢 难道小皇帝 看上柳云了 也不是没可能啊 众人看向柳云 在秦岭山脉之中 所有的山寨里面 柳云一直被私底下称之为秦岭第一美女 哪怕是把他放在其他地方 就凭借他那张绒帽 那也绝对不亚于众人 只是 小皇帝的年龄 有点小啊 众人心里嘀咕着 但很快啊 便释然了 年龄 算是问题嘛 对于寻常百姓而言 那确实是个问题 可是对于小皇帝来说 这问题啊 并不大 一时间 众人看向柳云的目光 变得古怪了起来 但有一点 众人明白 从今天开始 灵溪村呢 要变天了 众人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冯望 冯望一脸的纠结 却不敢说什么 只能在心里犯苦 以后他的日子啊 恐怕不好过了 但没办法 谁能想到 柳云竟然跟李泰 有这层关系 将事情交代了以后 李泰便带着 李建成李二李元吉 还有柳云离开了 当然 数千名元从禁军 没有离开 只要他们在 灵溪村里边那些山贼 就翻不及浪花了 回去的路上 柳云仍旧是 一脸的恍顾 到现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灵溪村 以后就是自己的了 而且秦岭山脉里的那些山贼们 以后都要听自己的调钱 一直以来 他都是想着怎么发展 壮大柳云寨 以及怎么和其他势力抗衡 而不被他们吞并 结果现在呢 灵溪村是自己的了 其他债主 听自己的调钱 形同于 变相把他们给吞并了 你掐一下我 半路上 柳云忍不住地 对李泰说道 我怎么感觉 这都不像真的了 我是不是在梦里呢 李泰眨了眨眼睛 然后抬起小手 猛地扇在了柳云背后 下方的那个地方 啪的一声 一声脆响 柳云顿时瞪到了眼珠子 难以置信地看着李泰 让你掐我一下 谁让你往那个地方拍了 而且还当着其他人的面 偏头望去 却见李建成里二里原集 一个个眼观鼻 鼻观心 一副没有看见的模样 但那竖起来的一双双耳朵 却显然暴露了 众人内心的想法 柳云脸色通红 气声说道 你干什么 李泰一脸无辜地说道 不是你让我干的吗 柳云恼怒地说道 我是让你这么干的吗 李泰翻了翻白眼 说道 这不都一样吗 这能一样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